女孩突然惊恐地发现 自己新婚丈夫可能是核辐射人 只因她背上有一道吓人的伤疤 是地下避难所的人不可能有 而为了验证自己这一猜想 女孩拿起了核辐射探测 果不其然 新婚丈夫辐射值超标 而丈夫见露西识破了自己身份 索性也不装了 她直接就冲了过去 把正要逃走的露西拦腰抱起 粗暴地摁在桌子上 就想掐死露西 露西不想坐以待遇 可一个女人的力量实在太过弱小 她只是挣扎了片框 就被丈夫狠狠扔出 重重地撞在了橱柜上 而还没等她回过神 丈夫又拿起一把锋利的刀子 直接就捅进了露西肚子 剧痛让露西差点晕厥 可丈夫却还不打算放过她 露西绝望了 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 却不料这事 避难所的警报响起 丈夫被响声吸引 露西见状 立刻抓住机会抄起玻璃杯 就向丈夫砸去 紧接着 还用碎掉的玻璃扎子 给了丈夫沉痛一几 这才将丈夫打晕 露西强忍疼痛 将刀子从体内扯出 简单地处理伤口后 露西拿着刀子走出房间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她的许多同伴 已经遭遇其他掠夺者毒手 为了自保 露西冲进武器库 可这里的武器已经被拿光了 露西最终只找到了一把麻醉枪 她来到避难所外面 这里露西的同伴 还在和地北外的掠夺者厮杀 可一直在地下避难所生活的同伴 显然不是掠夺者们的对手 混乱中露西看见了自己的弟弟 她赶紧跑过去 把弟弟藏在了地窖后 她就想去帮助其他人 可没想到的是 丈夫却在此时醒来找到了这里 她掐住露西脖子 危急时刻 幸好露西父亲赶来 面对伤害女儿的凶手 露西父亲没有手下留情 给了对方沉痛一击后 露西父亲又把对方按在了水里 这才彻底解决对方 可两人还来不及高兴 这时一气提醒他们避难所的门正被破坏 吓得露西赶紧和父亲前往修复 如果不修复 就会有更多地表的掠夺者到来 可在两人赶到后 却发现这只是掠夺者的首领 在吸引他们前往 首领要露西父亲跟自己走 不然自己就把避难所的其他人杀死 露西父亲没得选择 她将女儿关在安全地方后 转身就走向了首领 首领手下立刻给露西父亲注射了麻醉针 随后就将她拖走了 露西非常悲痛 她疯狂大叫想阻止这一切 却不料这是首领走了过来 露西还以为对方想杀死自己 可没想到首领并没有对她动手 反而说自己认识露西的母亲 首领还告诉露西 想再见到她父亲 就离开避难所 来真实的地表世界找自己 到时自己会告诉露西一个惊天真相 说完便炸开门离开门 看着避难所的残缘断壁 露西很后悔 如果自己不结婚 避难所的门就不会打开 他们就不会遭此一劫 只因在未来一场核战争突然爆发 无数核弹在各个城市爆炸 大部分人在核爆中丧生 少数人则躲进了提前修好的地下避难所 他们用全息投影模拟了蓝天白云 一过就是百年 而为了避免近亲结婚 避难所的男女一成年 就会打开平日里和其他避难所关闭的通道 和其他避难所的成年男人 在避难所所有成员面前 完成一场包办婚礼 却不想这次隔壁避难所已经被掠夺者占领 而所谓掠夺者 其实就是经历了核辐射活下来的人 他们已经发生了变异并且凶狠号 因此避难所的人在他们面前只能挨拔 避难所的幸存者大会上 露西希望组建一支搜救队 去地表找自己的父亲 可却遭到了避难所老人的反对 他们担心打开通道时 会被其他掠夺者盯上 但幸好露西的弟弟和朋友愿意帮他 三人支开其他人 乘坐电梯来到了避难所和地面的出口 露西发誓要救回父亲 并且得到女首领口中的秘密 但露西不知道的是 像她这样的傻白甜 在末日世界前行将会有多艰难 在忐忑和激动的心情中 露西来到了外界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句句人类是海 露西被吓了一跳 她努力平复心情 可穿行在被核弹炸毁的废墟之中 露西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前往何处 这时远处破败的房屋吸引了露西注意 猜想房屋里或许有人能给自己指 她当即走了过去 可让露西失望的是 这里的人早就已经服毒自杀 但奇怪的是 毒药是他们避难所生产的农药 可避难所一直和外界是封闭状态 这些要是怎么运到地表来的呢 带着疑惑 露西继续上路 但她一直走到晚上 依旧没有找到一个人 天色渐晚 露西升起篝火就准备休息 但她不知道的是 一场危险正悄然而止 半夜时分 露西被一阵低沉的吼声惊醒 她定睛一看 竟是一条凶恶的狼狗 而还不等她反应过来 狼狗就朝露西扑来 但目标却不是她 而是她旁边的一只巨型怪虫 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露西吓了一跳 这才发现阴影中还有个男人 但男人对露西却并没有恶意 而是耐心解释 怪虫其实是经历了 和服射后的蟑螂 这些蟑螂胸腔更加坚硬 可以抵挡攻击 变长的触须更是方便猎杀 像露西这样赶在晚上生活的人 得知露西是避难所出来的 要去找父亲 男人劝阻道 避难所是法治社会 可地表却是法外之地 这里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男人的话让露西心中蒙上了一层阴霾 可露西却不愿放弃寻找父亲 男人见状不再劝阻 转身带着自己的狼狗离开了 而杰拉也没了睡意 当即继续上路 终于在第二天 她见到了一个活着的老头 露西非常兴奋 把之前男人的提醒忘在了脑后 她上去就询问老头 是否见过几个人抓着一个男人 见老头口干的说不了话 露西毫不犹豫就把自己的水拿给老头喝 可老头接过水壶 直接就大口痛饮起来 露西提醒老头自己还要喝 可老头却告诉露西 因为漠视极度干旱 所以一条生存法则便是如果见到水 就算不可也要喝光 露西被老头上了一刻 老头也提供了一条线索 她要露西去山林一边的费城看看 因为费城里经常死人 或许那里会有线索 露西继续前行 她终于来到了费城 而有了之前的前车之鉴 露西非常小心谨慎 没有理会其他人的搭讪 她静止来到了费城的一处商店 因为露西发现商店里的一些装备属于避难所 想到掠夺者入侵避难所 但她却不会向避难所的人提供信息 因为避难所的人在她眼里 就是一群有几个臭钱的老鼠 百年前的核战争就是避难所的人发起 让世界上其他人受苦 露西解释他们也是核战争的受害者 老板却直接拿出了枪 见此一幕 露西无奈只能转身离开 可她刚走到门口 昨晚帮助她的男人竟也来到了这里 她再次要露西尽快回到避难所 露西不服气 觉得男人不了解自己 就说自己不行 可男人却直接说出了露西避难所的一切 露西惊呆了 为什么男人对自己避难所这么熟悉 两人的谈话吸引来了老板 老板很重视男人 同时再次驱逐露西赶紧离开 而就在两人返回商店时 一个声音突兀响起 而所有人听到这个声音都脸色大变 纷纷起身离开 只因这个声音的主人不是人 而是尸鬼 一种经历过辐射变成了丧尸 但却有理智的存在 我昨天的露西避难所的露西避难所